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记者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 接下来关心营生的消息 过年到了 蔬菜水果是家家户户必买的东西 而为了了解农历春节之前 蔬果的供应量是否充足 县长林聪贤特别在年前来视察宜兰果菜市场 了解价格以及供应量 而整体来说 今年蔬菜正值盛产期期又又好 而价格比以往还要低 不过花卉跟水果类价格就比较高 但是货员来说是维持稳定 今年蔬菜类因为气候稳定又正值盛产期 所以价格比去年便宜 尤其大宗蔬菜 包心白菜 萝卜 美金批发价约3到6元 像高丽菜更是盛产到几乎都在赔本出售 不过水果类价格就稍微上扬 大多是因为栽种期间 遇到寒流影响受粉结果率 导致产量减少 那我们今年盖略上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现在冬季里做的蔬菜 尤其是叶菜类东南部的产集上盛产 那一般来讲 今年的高丽菜差不多到 是差不多6块到3块之间 缴去年差不多差了一半的价格 那萝卜也是现在也是量产的蔬菜 那花果类的话是因为去前一阵子的这个寒流影响受粉 那它的产量逐渐在递减中 那价格缴去年多了一成左右 因为蔬菜类相对的低迷 那水果缴去年还算平平稳 那花果类缴去年同期的话 涨了将近一成左右 今年春节前五天 果菜批发市场蔬菜每日交易量约180吨 水果140吨 较去年成长20% 越接近过年市场增加备货量 到28、29号每日备货量更超过500吨 稳定的提供果菜货源 这个来用来看 我们的蔬菜 现在冬季的这些蔬菜类 很普遍、很热、很充足 所以我们过来我们所有的 乡亲要过好年了 现在就开始要来港买 过年所要用的这些菇菜鱼肉 尤其我们都要看 包括我们在地的蔬菜 品质都很好 所有的这些菜头、菇类菜 重备的重备 现在就算上班级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请大家可以大量来选用 水果的部分也很丰富 我们在吉兰关要供应我们春节 要收给大家过年比较的这些菇菜鱼肉 三两斤最多 我们菇菜市场这些品质 控制也很好 从1月26号开始 果菜市场方便零售业者采买 特地将营业时间延长到中午12点 1月31号年初一则休市 年初二到初五自由营业 到2月5号就会正式开市 野兰续文记者黄竹汉总报道